零四零三地震之后 山站西上游土石崩塌 山上遇到豪雨 无名西上中游就会持续不断 落下土石和泥土 蓝沙坝山站西下游 堆吸了多量的土石 为了解决吸水土石流的问题 秀林乡长王玫瑰 还有农保署及县府农业处及村民 特别到现场会刊 希望可以解决农民们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 从零四零三地震开始到现在 山山持续不断落下土石 布拉丹社区的无名西上游 蓝沙坝山山西下游堆积起多土石 加上这几天的强振雨 让村民是强大的忧心 为了解决村民的娱力 农保署 华林县政府农业发展处 华林县政府建设处 新闻乡长王玫瑰 新闻下面代表会主席陆燕林 下面代表游青龙 林长村民们起薪会刊 同时也共同讨论出结果 在目前最紧急 马上要处理的 就是第一阶段 县政府建设处的水利坑 要先清除底下 因为怕那个积水之后 沙子跟水不是混在一起了吗 那个土石旁边 先尽数把它清除掉 清除掉 那这里的支流有没有 工手这里赶快请 我们的那个合约厂商 赶快换算 你看这边的土到底有多少要清 要清多少钱 这个花莲水保局这里都会出这个费用 秀伦夏东文贵表示 山南国小旁五名西出口的土石堆积 将有新政府水利科负责协助清淤 并将堆积土石清淤出去 第二阶段南沙坝上下堆积土石 将有水保署与公所齐心合作 进行土石清淤 也一并将土石清淤出去 第三阶段文明西整治溪流的后续 预防性的设施 以及防灾规划 精致大家对强阵雨都非常紧张 雄像公所会持续监控 雨水造成的土石流影响 提高据据据共同维护 村民们的生命产材的安全 记得请关注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